史皇帝自公元前230年起,先后发动数次战争,历史十年,最终吞并六国,实现中原一统,这本应是前无古人的一大功绩,但有人认为,秦史皇灭六国,其实是捡了一个县城的便宜,可真实的历史是这样吗? 洞见历史人物,品息世间百态,欢迎订阅包包说历史。 超强的整合力 秦史皇所处的战国时代,杀伐征战是最强主旋律,当时,斩获敌人的首级数量,向来也被当成是评判功绩的重要指标,因此,在这种背景下,君王身上一些很重要的特质,或者是体现君王能力的东西,很容易被人们忽略,整合力便是其中之一。 说起整合力,现代人立刻会把这项个人能力,跟领导者的综合素养联系在一起,也很容易理解。 但在遥远的战国时代,那个对战斗力崇尚至极的岁月,领导人的整合力似乎很容易被弱化,但不可否认,身为一国之君,整合力却至关重要。 回望秦国历史,在艺人继位时,军事方面,拥有虎狼秦军的名号,堪称战斗力强悍,但在政治、经济、民生等方面,秦国却没有压倒朱列强的实力。 尤其是混乱的政治权力斗争,始终影响着秦国整体国力提升,艺人短暂的三年国君生涯,并没有改变秦国高层政治乱斗的局面,并且在艺人扶植吕不韦的情况下,让秦国的政治权力变得更加分散。 彼此之间权力决斗,也大大削弱了秦国综合国力发展。 站在历史高度去看,其实当年艺人英年早逝,留下来的是一个权力分散的秦帝国,而这种分散的权力,又直接关乎到秦国的综合国力。 然而从秦始皇登上历史舞台,到扫灭六国的巅峰时刻。 这段时间里,秦始皇摆平了外戚楚国米氏对秦帝国内部的干扰,重用李斯主内治国。 而对外,他又用蒙田兄弟、王俭父子等武将开疆拓土。 从这方面看,秦始皇对秦帝国内部人力资源进行了高效整合,让当时秦帝国人才凝成一股绳。 各司其职,通力合作,形成了战国时期最强大的战斗力。 另外,从古至今,战争离不开花钱,而巨大的军费开支,直接考验着一个国家的经济综合实力。 在当时那种战争消耗国力的时代背景下,秦帝国经过灭六国这等旷式巨战。 整个民生国力,也没形成巨大损耗,从这一点看,秦始皇在整合国家物力、财力方面,也有过人之处。 除了超强的整合力外,秦始皇能被称为千古一帝,还有一项容易被后人忽视个人素质,那就是政治能力。 超级政治家 史学界有个名词帝王权术,但站在历史的角度,用发展的眼光来看,帝王权术,只能算古代政治家综合能力中的一项,而秦始皇身上所蕴藏着的强大政治能力,无疑要远远高于帝王权术,从秦始皇的履历来看。 他13岁登基,到22岁成年秦政,这段时间,基本上只是个傀儡国君。 秦国高层政治权力,基本由传统米式外妻权贵集团,湘邦吕不韦集团,生母太后赵姬,烙矮集团,以及迎姓宗族集团,这四股政治集团势力所瓜分。 当秦始皇22岁,去秦国故都雍城,举行家官礼时,老矮这位历史上有名的男宠,却在咸阳发动了兵变,而远在雍城的秦始皇,有效地抓住这一突发事件的时机,用超越年龄,以及超越那个时代的政治谋略,开始了一系列政治家的骚操作。 他先是以秦王号令,命令控制离山蓝天大营的那些像蒙氏家族等武将,不得擅自行动。 随后,王俭率兵来雍城护驾,秦始皇也没让王俭参与到平叛、烙矮军事行动中。 烙矮在都城咸阳发动叛乱,而秦始皇却没动用秦帝国核心军事武装,这无一体现了秦始皇高超的政治家手段,他不让蒙氏。 王俭等控制帝国核心部队将领,卷入烙矮叛乱,其实就是为了稳住秦国军事基本盘。 接下来,秦始皇却在政治上,给米氏贵族家团里的杨权军、信林军等人加官禁绝。 大肆封赏,让他们这股势力去评判烙矮,与此同时,他又用家国情怀拉拢向帮吕布韦,以及盈姓宗氏两大权贵集团,也入局到烙矮叛乱之中。 秦始皇利用烙矮叛乱这一突发事件,以高超的政治家手段,将米氏贵族外妻势力,吕布韦、盈姓宗亲、烙矮、赵基集团,这四大政治权力集团,裹挟其中,相互拼杀消耗。 经过此番政治运作后,太后赵基,大矮这股势力被消灭,米氏和盈姓宗族两股政治势力被秦始皇赵安,后来,秦始皇对付吕布韦的手段,更加显现出其高超的政治智慧。 众所周知,不论是义人还是嬴政,这父子俩能成为秦国国君,移不开吕布韦的帮助。 换句话说,在秦感上,吕布韦对嬴政父子有着巨大恩情,但秦始皇要想把秦帝国最高权力集于一身,就必须要解决掉吕布韦。 因此,在处理吕布韦的事情上,也直接考研着秦始皇的政治智慧,根据史料查证,秦始皇始终没有直接下诏处死吕布韦,而是用一种循序渐进的高超政治方式。 烙矮叛乱被平定后,秦始皇抓住这个事件,把其牵扯面扩大化,并以乱臣烙矮是吕布韦献给太后赵姬为理由,直接把火引到了吕布韦身上,在这种情形下,从政治角度考量,吕布韦就不得不以辞掉相邦谢罪。 随后,吕布韦离开秦国政治中心咸阳,来到洛阳封地,接下来,秦始皇又给吕布韦写了一份信,大致意思是说,吕布韦一介商人,对秦国并没有巨大贡献。 反而胆敢号称是秦王亚父,秦始皇的信件内容很短,但却充满着浓烈的威胁口气,并且秦始皇也用这封亲笔信。 彻底否定了吕布韦对秦国的贡献,同时也在政治上撇清了嬴政是吕布韦儿子的谣言,这之后,吕布韦顶不住压力,只能选择自杀,从秦始皇处理吕布韦的操作上看。 他没有亲口说过杀吕布韦的话语,在政治上避免了卸磨杀驴,忘恩负义等社会舆论,并且否定吕布韦的亚父名号,也进一步向世人肯定了其跟正苗红的淫世血脉。 从结局的角度看,秦始皇利用高超的政治手段,一举将横行秦国庙堂近十年的四大政治集团剿灭,并把秦帝国政治权力牢牢攥在了手里。 对于古代封建君王而言,政治权力、政治眼光、政治谋略,往往能决定国家上线。 而从秦始皇夺取权力的经历来看,他无疑是位超级政治家,奋六使之渔猎。 其实主要说的是,秦始皇继承了虎狼秦军优良的军事传统,但灭六国,不单单是一次简单的军事情动,而是囊括了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等。 诸多方面的综合性国家行动,也正是因为秦始皇身上拥有强大的整合力、高超的政治家本领。 才让秦国从单一的虎狼秦军,即武力强国,变成了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武力等,综合国力碾压东方六国的超级秦国。 而这也是秦国能吞并东方六国,横扫羽内的根本原因。 从以上分析来看,奋六使之渔猎,这句话说的也有道理,但这种观点,可以看作是秦始皇继承了先辈们留下来的虎狼秦军军事传统, 但他个人强大的整合力,即超级政治能力,却直接让传统秦帝国,在综合国力方面,提高了两个档次,因此,就秦始皇扫灭六国。 统一天下的丰功伟绩来看,奋六使之渔猎,充其量也只占三层,而他个人对于华夏历史走向,所起到的作用,到底是站在风口,享受胜利果实,还是真的伟大,相信看了前面的分析,众人心中,也应该有了新的理解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